金马与鹏待命 黄渤肖像 鲍志玲 鲍鱼 海参 上巴棒 龙虾都来了 你怎么可以让它不上桌呢 周六登场的金马奖进入倒数计时 这些高级海鲜们将在伊兰和观众见面 因应最近前后不佳 主办单位已被好与鹏待命 据悉今年角逐影帝后的入围者 全都会来台 其中台湾代表张荣荣和张孝璇 今晚先传出街报 博伴第七届亚太制片人协会优秀男女演员奖 入围者紧张 首次单纲主持大任的黄渤 来台Lone Stay 15天 应该是坐雷蛋 我没有就一路啊 一路开车去墾丁 什么 你还有心情去环岛啊 然后又到台东 又到花莲又到伊兰 你是去环岛吗 对啊 所以你是去单纯的游玩 还是去找一些灵感之类的 这如果你需要这样说的冠面堂皇的话 我可以说是我去找一些灵感 其实这次还是得多多仰仗曾宝宜 我主要上去负责说对 是 刚才跟宝宜在聊 十一分也在聊 我说我们上去胡说八道比较好一些 现在在想各种方式怎么样说 对方才不会翻脸 嗯 不知道他下手的目标是智林呢 还是华仔咧 还记得这两人2004年这一互动啊 他掀起青马最高潮 请接受我祝福的拥抱 加油 那今年他是颁奖人在台下 你身为主持人 我去给他一个爱的抱抱 爱的抱抱不错耶 如果说他从上台一直就抱着 就不松手了 好像也还不错 你这样隔天可能就是 我不知道你理不理不理得开台湾 没那么严重啦 话在今天还好端端地在台北 被我们杜丢呢 会不会期待智林在金马的演出 会更穿着 不好意思啊 谢谢 让一下 让一下 什么时候会跟智林 没关系 没关系 什么时候 明威的新闻 周六 宜蘭千诺报道